揭秘历史上真实的令妃,比电视剧精彩多了。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女人之间的战争从来都不简单,特别是身份高贵的皇族女人们,如一传,中的各公妃子之间名争暗斗, 暗留汹涌为了皇帝的宠爱不顾一切地讨好别人,相互结盟,相互倾压,相互陷害,推别人下壶,在汤里下堕胎药, 这可见一个女人的罪恶独一暗面了。今天,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一宫斗剧《如意传》中的令妃,为皇帝生下至少五个皇子。 如何成为最后赢家?影视剧中的令妃是一个多面体的人,在《还珠格格》,里面,她温柔,多情,是皇帝的知心恋人,是小燕子和紫薇的暖心大姐姐。 在《严喜攻略》,里面,她敢爱敢恨,有求必报,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天真可爱,是皇后的好姐妹。 在《如意传》,里面,却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反派,可以为了获得皇帝的欢心而戕害皇子,挑拨中嫔妃之间讹关系,自己坐享其成。 那么历史上真正的令妃更接近哪一种形象呢?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。 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,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历史上的令妃确实出身非常卑微,她是满洲正皇旗包衣,也就是世代都需要入宫为弊。 熬到25岁要是运气好的话就能放出宫,找个普通的大龄青年结婚生子。 但是大部分宫女还是会在宫中老去。 而像令妃这样能够成为人中人的,可能几千年也就这么一两个。 令妃完美逆袭和乾隆的恩宠是分不开的。 而且借助乾隆的宠爱,她在入宫十年间完美地完成了三连跳,原本连选秀资格都没有的令妃。 在当差的时候,去巧遇乾隆,她的特别,倔强,坦率,让见惯了阿谀奉承的皇帝倍感新鲜。 于是令妃从此跳出了婢女的圈子,一下子被封为贵人。 而且仗着自己生了四个皇子的功劳,在后宫中不仅能够保全自己,还开始有了一帮忠于自己的人,在后宫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少。 令妃成为皇贵妃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,乾隆虽然一生风流,女人无数,可是对于立太子这件事却非常传统甚重。 乾隆一开始的想法,就是要立嫡子为太子,这在电视剧中可以发现。 不管是复查皇后,还是后来的挥发那拉氏皇后,他们生下皇子乾隆就会心花怒放,不久后就会宣告立为太子。 可这些立为太子的皇子,都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邀,即便永齐当时已经成亲生子,可是在立为太子后也突然病逝,因此,当挥发那拉氏的皇子去世之后,乾隆的内心开始变得惶恐。 而对于自己一直宠爱的令妃生下的四个儿子,自然多了几许关注。 所以,当他决定要立令妃为皇贵妃的时候,和挥发那拉氏皇后产生了极大的分歧。 且不论历史上挥发那拉氏和令妃之间,是否真的存在那么多恩怨厮杀,就按清朝的惯例,为了保障皇后的权益,皇后在世时,是不会轻易立皇贵妃的。 因此可以看出,乾隆当时对令妃的宠爱已经到了极致。 乾隆十五年,乾隆帝禁封了挥发那拉氏为第二任皇后,也就是《严洗攻略》里面的贤妃。 在百家讲坛里,关于挥发那拉氏被废的起因是这样描述的。 大家都知道,一般只有两种情况才会晋升皇贵妃。 第一种就是皇后先世,皇上享立父后,第二种就是贵妃死后。 皇上念及勤奋追封为皇贵妃。 譬如,《严洗攻略》中的高贵妃死后,就被追封为皇贵妃。 所以,皇上册封皇贵妃一定会给皇后带来巨大的压力。 这也是为什么季后,那拉氏在得知皇上太后有一封令妃为皇贵妃的时候,如灵大敌性情大变意图谋反的原因。 历史上的令妃在乾隆爷第四次难寻的时候,提出要求晋升为皇贵妃,并且该提议得到了皇上以及太后的支持。 这无疑是对皇后那拉氏的羞辱,所以最后那拉氏选择剪掉自己的头发。 在皇后挥发那拉氏被废后,她总领六宫之事。 代行皇后之责,是真正的后宫掌门人。 据史料记载,乾隆几次下江南,都会把皇贵妃带在身边,甚至皇贵妃怀孕的时候,也要让她半嫁陪吃饭。 为了让皇贵妃半嫁,乾隆不惜让其他妃嫔帮皇贵妃带孩子,充当养母。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,乾隆去热河围猎,皇贵妃随嫁。 而这时她的幼子十七阿哥才满月没多久。 乾隆干脆让尹妃照顾十七阿哥,好方便和皇贵妃朝夕相处。 乾隆爷为了表达对令妃的喜爱,曾赐予她四字评语,柔家之质,何谓柔家之质。 柔便是温柔的意思,家就是美丽的意思。 所以乾隆皇帝是想说令妃是一位既温柔又美丽的女子。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,皇贵妃延续了乾隆至爱的妻子都薄命的套路。 她在四十九岁那一年,一病不起,最终撒手人寰。 虽然其生前不是皇后,但也是相当圆满了。 毕竟在十年间给乾隆帝生下六个孩子,这样的恩宠也是极为罕见了。 对于爱妃的去世,年过花甲的乾隆像复查皇后离世时一样悲伤。 她气不成声,亲自为令妃写道词,给了这位皇贵妃非常高规格的葬礼。 而是在她死后二十年,她的儿子永远成为皇帝后,才被追封为皇后。 令妃应该是属于活泼好动,聪明伶俐那个类型的。 而且,奴婢出身的她,没有上过什么学,没有读过什么书,也没有见过多少高雅的艺术。 所以,她所写爱的东西,应该是比较的通俗的。 并且,但从乾隆的喜好来说,她也不会喜欢在高雅艺术这一领域比自己强的女人。 乾隆时期所出的瓷器作品,皆是比较的没有品位,很是浮夸的类型。 从这里便可以看出,她所看中的女人也和她当正时期的瓷器作品是同一种类型。 那么,令妃会被乾隆皇帝宠幸,成为妃子,甚至最后坐上了六宫之主的皇后宝座,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。 魏佳是凭借自己的善良,再加上外表清秀,容颜美貌。 所以在19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令妃了。 当时这个妃只有三个人哦,所以魏佳是还是挺厉害的。 其实有人说令妃算是幸运,从从包衣,贵人,灵萍,令妃,令皇贵妃,皇贵妃,灵依皇贵妃最后到孝依皇后。 这一路上看这些阶段都知道险恶重重啊。 但是,从这也可以看出来,首先魏佳是一定会有一颗善良的心的。 就算有心计也是那种不走旁门的。 所以至始至终他都没有施宠过,人间正道或许就是沧桑吧。 乌拉内拉是施宠之后,其实就是魏佳是一直帮着乾隆打理后宫的。 而且,这一来就是前前后后的十年时间啊。 但是魏佳是一直没有做到皇后,有的人说是乾隆不是真的喜欢魏佳是。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乾隆是有考虑的。 那就是其实乾隆早就已经把永远立为储君了。 如果把魏佳是上升到了皇后了, 那么迎接当时皇宫的,就是以前的九子夺嫡的情况了。 乾隆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, 所以就选择在自己死了之后, 才把魏佳是转正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孝仪纯皇后了。 其实这对于魏佳是来说并不算什么。 因为他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感,不争不抢, 目前其实就是帮助乾隆打理好后宫就好了。 所以通篇看来,魏佳是令妃这个人在真正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正道的一个人, 他出身不算好。 但是最后凭借自己不屈不挠, 一颗正义的心走到了最后, 虽然皇后的名分等乾隆死了之后才拿到, 这其实也是彰显了人间正道的确是沧桑啊。 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历史, 皆是前人记载的, 所以历史的记录也不一定就是完完全全正确的, 其中也是包含了许多的猜测, 你所看到的也只是前人所想让你看到的部分, 藏在深处的哪一部分也无从考究, 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, 只有活在那个年代已经死去的人才会知晓, 影视剧等资料也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参考, 而现如今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现存的历史文献, 影视剧中找线索,去推理去靠近属于那个时代的真相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。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哟,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